呃 今天非常高興 震驚 這樣太震驚嗎 邀請到一個朋友這樣 然後呃 他念哪裡我就不說了 對 那我今天就會有一個疑問想要 不是疑問啦 就想討論一下 你目前就是 你用透過什麼方式去了解自己 自己的 通常 可能最近兩年的 對對對 最近兩年 這樣就好了 保護到家 連背面都看不到 好 這個問題好廣喔 沒關係你就講一個 你可能最近 最近一次 怎麼樣了解自己 的方式就好了 最近一次怎麼樣了解自己 我可以扯很遠欸 就是你 你講一個 可能簡而言之 就是你要拋棄很多 我去 去參加正念檢壓工作坊 然後 他就是一個 叫你去 把你的注意力從外在 拉回到自己內在的一個 一個 一個學習的過程 然後 然後就透過那些工作坊的練習 就是像是 正念瑜伽 還有 靜坐 冥想 正念行走 正念飲食 他就是 盡量讓我們把那個 會讓我們分心的東西 去把它去除掉 比方說正念飲食 我們就是 老師就要求我們說 不要用3C產品 不要看手機 吃就好好吃一頓飯這樣 那 就是我們會把 我們就 會 嗯 因為那些 像那個手機什麼 是讓自己分心的東西 就是你 你就注意那個手機 你就不會注意到說 我現在吃這個東西 什麼味道 或者說我現在吃這個 我 我的嘴巴裡面 有什麼感覺 我會覺得它很乾 很濕 還是 甜 還是多甜 哪邊甜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其實跟 認識自己的腦袋裡面 或是心靈裡面 不知道 看大家信什麼 就是自己腦袋裡面 或是自己情緒裡面 發生什麼事情 是 它 它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 因為我們平常都關注 外在的東西 像是 手機啊 然後新聞裡面發生什麼事啊 誰在幹嘛 然後 日常的八卦 對 那可是我可能我們自己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或是自己真的幹什麼 感覺是怎麼樣 嗯 那 正念 正念的就是 教我們 你 你把那些外在的東西 你先不要那麼在意的去看 看看就好了 它經過像浮雲流水這樣過去就好 不會留下痕跡 你真的 你要看你內心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對 我這樣聽的感覺好像就是 教你怎麼樣專注於自己啦 對 我聽起來的感覺就是有些外物會一直干擾你 對 你可能 比如說你想要去健身 對 就一個電話打過來 欸我們去吃披薩啊 直到飽 Friday 你就去了 對然後你可能本來想要 你本來想要健身兩個小時 結果你去十分鐘就走了 對 甚至沒有去 然後覺得下次 對 或者是你邊 或者是你邊 邊健身邊看手機 其實你那個效果也沒那麼好啊 就是你 就是你沒有 對啊 你就沒有專心在重訓或是健身 對啊 就你可能本來可以做到十分 你可能只做了五分這樣 嗯 OK 或者是你可能 做了 你可能這樣做一做 然後不小心踩空 或整個就受傷了 對 這 就是因為你沒有注意到你身體在幹嘛 不但就是不但你可能不專心 你還可能傷害自己啊 對啊 就整個就是 那叫什麼 有個成語 都是不太好了 現在想不到 OK 那我想問就是說 你大概什麼時候開始 開始意識到正在了解自己 大概大概 我覺得我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你說出生沒差呢 沒有我一直 我一直 在哭的時候就在想說 我哭的這個聲音 沒有那麼誇張 有帶這樣來的 沒有那麼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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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什麼時候 就開始有意思 有點開話 可能上國中的時候吧 上國中 就是那個時候會 就對人生很多疑問啊 然後就覺得說 我到底是 我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我想要做的是什麼 那時候我們不喜歡讀書考試啊 然後又 又被爸媽去逼迫做一些 去上一些自己不喜歡的課 不喜歡讀書考試 對 大學上到台灣分數最高的學校 謝謝 OK 不是說 是說 會去做 可是就是心裡面覺得說 我覺得我這樣一直聽別人的話 去做別人要我做的事情 好像有點怪怪 就是好像不是我真的 那麼喜歡去做的事情 有點像 或者是說 我可能還沒有找到說 我去做那件事情真正的 對 對我的意義是這樣 就是你可能做起來沒有那種踏實的感覺吧 我猜 對 或是說 就會覺得說自己做的不太舒服 會覺得說 空虛 我是在過別人的生活 我會這樣做 只是因為我想要聽話 不想惹麻煩 之類的 對 那 可是他就一直忍耐 就那個忍耐的那個痛 就一直記在身體裡面 然後就會覺得 呃 是國一爆發嗎 我快受不了啦 然後爆發 這樣 大學的時候爆發 有遇到大學的時候爆發 有遇到什麼事情 就是什麼挫折 然後才突然 讓你 就真正想要 真正想要開始好好認識自己 有嗎 還是突然 我這個人其實 真的要像你說那麼誇張的話 大概是出生那個時候 就一直在忍耐 就是說 不 就忍耐 可是不會把那個忍耐 去把它疏解 疏壓掉 所以就是 其實就是一直 記了很多年這樣 OK 對 就看你的個性是 對 就一直記了四幾年 對 就一直hold 因為他會hold 所以就hold了四幾二十年 那那個導火線 就是讓你爆炸 然後決定 開始去找尋自我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故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就是啊 就上了大學的環境改變 然後選擇比較多 然後 可能稍微一點小小家庭革命 然後多一點溝通 然後我就休息了 輕巧淡寫講過家庭革命 很好很好 那這邊我 然後我就休息了去 我去撞遊這樣子 撞遊 對 有點類似 有一個古人也是去撞遊 或是說他叫你要看一看 你說空子周遊列國嗎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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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國外的蓋比爾那樣 對 我就自己一個人去澳洲旅行 是打工度假還是春旅行 對 打工度假 哦 OK 就是去撞上 碰到 碰到 碰到各位台灣人 就是現在不要去澳洲打工度假 因為他們對背包客越來越差了 你只會去外面當廉價勞工 如果你覺得去澳洲還賺到好幾百萬的話 不好意思 那個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08年 07年08年 現在都幾年了 感謝我們這位採房子給我們寶貴的意見 這樣 那是我澳洲的朋友自己講的 OKOK 那是澳洲當地人的意見 你要去打工度假 不然有人去別國 那我插播一下 有遇到明顯的歧視行為嗎 有啊 歧視就是有行為 有啊 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就好 最印象深刻 最想咒爆對方 我不會想要咒爆對方 可是你會擔心自己的認識很安全 就是在澳洲的國慶日那一天 就是因為我有去當地人的家裡面 打工換宿 所以我認識一些當地人 然後我當地的朋友就說 你在澳洲國慶日那一天你不要出門 你就待在家裡面 因為就是澳洲國慶日那天 可能會有一些原住民的團體在抗議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有種族歧視的仇恨者 他們就會去攻擊任何不是長的白人的人 所以我會擔心你的人身安全 你千萬不要出門 因為你不要妄想打工度假能夠賺大錢 是可以 可是你事情不是龍狼想的那麼簡單 對 然後如果遇到國慶日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對 然後 要準備好 遇到國慶日要不要出門這樣 嗯 就是 對 台灣真的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 我很多我過來的朋友都這樣講 台灣是一個治安相對安全的 你不需要擔心人身安全 就是 有一個女生在台北 你可能半夜12點1點在那邊逛 你也會覺得很正常 不會怎樣 可是你在澳洲你不敢這樣做 你會怕危險 對 所以他們那邊就不會有24小時便利商店了 沒有 可能就被搶 之類的 等等等 我不知道會怎樣 可是你就是會怕 就會怕 那氣氛就不一樣 對 那我們拉回那個認識自我這邊 剛剛講到打工闖蕩 撞遊 剛剛講到撞遊 那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在認識自我的過程中 遇到的事情 可能 挫折好了 挫折最印象深刻 沒有想到說自己可以獨立完成這些事情 然後獨立完成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對 就自己去國外 然後 機票 簽證 住宿 我還特地找台灣人很少的地方 然後我也沒有去找仲介 對 然後 勇敢的女 當志工 然後 或者找工作 那些都自己去聯絡這樣 就自己協議沒有那些 對 然後 然後 還不小心碰到車禍 就是在澳洲 在澳洲 對 可是就是還蠻幸運就是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就不小心被撞到 然後就是 我們那時候整個呆掉 就整個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幸好是有當地人就是 幫忙 就是幫忙 報警 就救護車這樣 是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就是 也是一個意外的事件 就是後來 還是有去看醫生這樣 對 你是走路是不是 他開車 我們的車 被後面的車追撞 喔 哇靠 對 追撞 對 反正之後你們那車的人都沒事 也和解掉 對 還是連那個 連那個 全部都是你 沒有啦 你就站起來 hey I'm a Taiwanese 你不是啦 I'll handle this 就是 人 人 人還好 人是 有人 就是你不用想說 你自己一個人 要處理所有的事情 我一個人就要長狂群會是什麼 沒有 人 人跟人之間是互相的 就是 我們人是群居動物嗎 對 就是 要互助合作這樣 那那個時候我們朋友 我們當地的朋友跟其他人幫了很多忙這樣 對啊 因為比方說一些當地的一些你要申請什麼東西 你要看醫生幹嘛 你不知道那個程序他們會幫你 我覺得這是人跟人之間 對一個互動的一個 還蠻重要的概念 你真的要說到很心坎裡的話 你會覺得好感動 互助就對了 你在那邊有看到的 互助合作的緣分 人跟人就是要互助合作才活得比較好 要有朋友 要有一些比較親密的朋友 講幹話的朋友 酒肉朋友 可能一點點不要傾家蕩產之類的 好 有點差題 就是助人為快樂資本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你去幫助別人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可能需要別人幫助 這樣 就是不要想 可能眼光放遠一點 不要想說 我去幫你簽 我幫你簽個過馬路 我就跟你要10塊錢這樣 不要那個功力這樣 就盡量幫助人 對 因為其實 因為就是 腳痠了嗎 不好意思 就無聊 就 就 我們人類這個生物 我們人類這個生物物種 就是靠這樣生存下來的 靠互助合作 對團結 對 還有手 等等等等 不一定是團結 但是就是互助合作 互相合作 互相幫助這樣 對 有道理 是